腾讯体育10月6日是NBA季前赛 太阳1913到115负于开拓者 虽然输了比赛 但壮爱顿表现依然出色 他13投7中 砍下了19分14篮板和三个封盖 NBA季前赛永胜28分 大胜国王汤山三季30分 强信爱顿坦下19分14篮板身为状 爱顿在季前赛表现如何 自然会受到外界的关注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爱顿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他首场对着国王攻下24分9篮板 次战打新西兰破坏者 他得到21分和15篮板 而今天对着开拓者 他抢下19分14个篮板 爱顿不仅连续第二场比赛贡献两双数据 而且在场上打得很有统治力 半场结束前6分多钟 太阳进攻 爱顿拉出来跟越神杰克逊做配合 杰克逊送出妙传 爱顿高高跃起 就是一个空节暴扣 在不扣无法出战的情况下 爱顿和杰克逊就是太阳的核心 他们在季前赛已经多次完成不错的配合 正在建立化学反应 中场前6分31秒 杰克逊和爱顿还有一个空节配合 当时开拓者进攻不中 爱顿抢下防守篮板 迅速游数转攻 杰克逊求准机会 一个恰到好处的传球 爱顿腾空而起 在空中接住球 将球狠狠凿进框中 除了这两个空间外 爱顿在半场结束前4分钟 还有一个把气的补扣 当时太阳进攻 队友三分不中 球弹框而出 爱顿一跃而起 利亚帮手球员 直接将球扣了进去 进去自己的运动天赋 开拓者内线大哥 只有干瞪眼的粉 全场比赛 太阳惨负23分 但神奇的是 爱顿的效率只为加4 也就是说他在场的29分钟里 太阳反而赢了开拓者4分 至于原因 还是爱顿个人实力 这是突出 在进攻顿 爱顿能够自己攻击 也有办法造对手犯规 当队友头丢篮的情况下 他能抢下进攻篮板 全场比赛 爱顿14个篮板 有6个是前场篮板 而在防守端 爱顿也是一个出色的护框者 他送出三个风改 其中两个都给了开拓者中锋陆基奇 还有一个伤给了阿密努 有爱顿在场上 太阳禁区就有了一道屏障 防守更为坚固 而在另一端 爱顿不仅是进攻强点 也能创造出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 而当爱顿下场 太阳攻防质量全面下滑 最终冰白如山倒 这场比赛足以将显 爱顿置于太阳的价值 证明了他有潜力成为那种 能够改变一支球队的巨星 小恩 有点赞 早点赞 总装